鼓注的不是路而是命 法律健全 执法必言 人人自律 我们得体 国家才能有面 恭喜王帆 华尚老师之前就在跟我说 说你现在已经是上线队的独苗苗了 要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去参加最后的比赛 珍惜这一次最后的机会 表现最好的自己 我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一起嗨分选唱 用自己最真实的力量 真切的感受 去表达出来 你真正要表达的 希望你在总决台获得最好的成绩 小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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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帆天好漂亮 好了 大家都等了很久了 我们就靠演讲 让大家再一次认识你 认识这个一直以来在思考的女孩 好吗 你说 我们听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观众有一个特点 就是颜值特别高 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颜值 在网上有一个段子 说美国女人靠健身 韩国女人靠整容 日本女人靠化妆 中国女人靠美颜 其实啊 美颜怎么了 无论是整容化妆还是美颜 我们都是希望自己的颜值能够高一点 对吧 我觉得这件事特别好 那其实啊 看脸这件事 历史上就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在西晋 有一位颜值爆表的文人 还有一个成语专门形容她的美貌 叫冒笔潘安 你看人家都帅成了成语 据说呀当时 只要潘安在洛阳的大街上这么一走 很多的女粉丝就冲出来围住她 那在同时代呢 还有一位文人叫左思 左思一看 这潘安太受观影了 然后左思也学着潘安在那条街上走 结果不但没有女粉丝蜂拥而至 反而还有人跟她丢白菜 这就是一个看脸的世界啊 其实我们千方百计的 想要提高自己的颜值 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喜欢我们 认可我们 那接下来呢 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有一个颜值很高的人 但是她 言而无信 花言巧语 你们会喜欢她吗 不要 但是有一个颜值不那么高 甚至有点低的人 她会 仗义直言 金玉良言 言必行行必果 你们会喜欢她吗 会 会 这就说明了 外貌的颜值 远远比不上 语言的颜值重要 所以今天 我就要来跟大家说一说 语言的颜值 掌握了这个颜值 我们不仅能让大家喜欢 而且还能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来参加 我是演说家的原因 也是今天大家坐在这里 愿意听我们说的原因 之前华少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 娱乐圈深夜八卦 大家想听吗 他说有一个男明星 从兴趣学员毕业之后 就一直找不到工作 那她的朋友呢 就向各种导演推荐她 可是有一导演一看照片说 语 这长得太帅了 不能演我这个角色 那朋友说 诶 不帅 你看真人就知道了 导演见了真人之后发现 语 真的是丑得可以啊 就这样 她一直被冠上了丑星的名号 但是经过她自己不断地努力 她一直从一个一个的小角色 演到了金马影帝 而且最近几年 她还凭借着自己 在各种场合的幽默应对 机智语言 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 让我们刮目相看 她就是黄渤 有一次 一个长得很帅的帅哥采访她 这主持人就问她说 马云说 男人的相貌跟她的才华 是成反比的 你怎么看 其实本来她就是想 当众让这个黄渤出个丑啊 但是黄渤却反问她说 我相信这句话 也一直激励着你吧 让这个只有颜值 但是却没有颜值的主持人 哑口无言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但是仅仅改变外貌的颜值 并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 真正有魅力的人 而语言的颜值不一样 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内涵 可以增加自己的精力 可以锻炼讲话的技巧 这样达到富有诗书 气自华的状态 我们还可以通过表达 让别人看到 我是一个有内涵 并且有智慧和个性魅力的人 大家还记得我刚才 跟潘安对比的那一位左思吗 他最开始是因为长得丑 而被世人唾弃 可是最终 当左思写出三都妇的时候 造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 他流芳千古啊 颜值是一种改变的力量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也有一个人做到 库尔班江 来自新疆 一个从小 根本就不会说汉语的人 他在每次比赛之前 都要先把自己的演讲稿 写成唯语 然后再翻译成汉语 再背 最开始的时候 他只能艰难地 完成一小段的演讲 但是他逼着自己 一步一步地 一次一次地 完成更多的比赛 因为他要改变自己 这样他才能够 向更多的人 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和新疆人的故事 不让外表上的误解 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心结 他在这个舞台上做到了 而且不仅如此 他今年还受邀到北美 包括斯坦福 哈佛等在内的 十二所大学进行寻讲 他终于有机会 把那一个个最普通 却又最鲜活的 新疆人的故事 中国人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 让那些戴着有色眼镜 看我们民族问题的人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新疆 真正的中国 什么是真正的 中国青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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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